中方坚决反对美欧干涉中国内政,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。 美欧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中心地位,但正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无视宪章明确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,不干涉内政等原则,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。 甚至对伊拉克、叙利亚等主权国家大打出手。 说到经济胁迫,美国公然胁迫其他国家不得使用中国企业的设备,不得同中方开展合作,这才是经济胁迫。 美国推出芯片与科学法,联合盟友对中国搞经济霸凌,强制推动脱钩锻炼,这才是经济胁迫。 美国以通胀削减法,迫使欧洲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,这才是经济胁迫。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,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,全球发展的贡献者,国际秩序的维护者。 这一点,国际社会有目共睹。 美欧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,更不应拿中国说事,挑动对抗。 美欧都是国际重要力量,应当本着负责任的态度,多做有利于世界稳定与繁荣的事情。 是非人的主要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家托责任的事。 感谢观看